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上佛教传入东南亚这个单元 佛陀大约出生在公元前五百多年 大约在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 元吉老 那么这是按照泰国的说法 释迦牟尼是北印度的一个王国的国王 后来出家在普提树下悟道 最后获得正果 他的佛教主张 基本上是反对当时流行主张阶级 不平等的普罗门教 在公元前第三世纪 印度阿裕王统治的时候 成为印度的国教 在公元前185年 阿裕王朝崩溃 记起的是大肉资人 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双帝国 继续发扬大乘佛教 320年 印度人再度在北印度建立统一的极多王朝 到540年崩溃 印度分裂为许多小国家 佛教势力开始衰退了 佛罗门教再度新奇 但是它已逐渐融合了佛教 转向印度教 在第七世纪后 变成具有规模的现代的印度教 佛教在西方前第三世纪传入东南亚 的第一个国家是缅甸 地点在孟族的首都达端 在第五世纪 从南印度的淡米尔国的康吉 发展成小秤佛教 然后传入缅甸的南部 佛教传入东南亚的第二个国家是越南 据撒哈之说法 在第一世纪 佛教和尚就抵达越南海岸 传播大臣佛教 在第二世纪末 中国有名的苏特和尚 康生会抵达越南 传播佛教和翻译中亚佛教经文 当时北越地区属于中国控制地区 中国和尚将大臣佛教传入越南北部 第一世纪末 康尼斯卡国王统治北印度的剑陀罗 他的首都在佛罗沙 他召开佛教大会 决议将梵文当成佛教的宗教语言 不过 这次的会议也造成佛教分裂为两大派 北印度的信仰大乘佛教 南部则继承原先佛教的教义 信奉小乘佛教 尼泊尔西藏中国日本和越南是信奉大乘佛教的 南印度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 则信奉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使用梵文写经书 小乘佛教使用巴黎文写经书 到了第六世纪 有许多东南亚国家转向佛教信仰 例如福南已变成佛教国家 且有许多僧人前往中国翻译佛经 其他如干土利国 狼窑修国 婆利国 丹丹国 潘潘国 投和国等 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 丹丹位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基丹丹 丹丹国信仰佛罗门教和佛教 盘盘位在今天南部的苏洛塔尼 投和国就是多罗伯底国 位在泰国的佛统的附近 第七世纪 在苏洛塔尼建国的四地佛寺 国王和僧侣信仰的是大尊佛教 他也是研究佛学的中心 最初是小尊佛教占据优势 后来是大尊佛教占据优势 第13世纪中南半岛国家的柬埔寨 泰国和缅甸 包括大尊佛教还有小尊佛教 泰代表出席 和大尊佛教占据优势